大家好,这里是Darrett加拿大生活,一个分享投资生活频道 上一期呢,我们介绍了什么是九转序列 那么这一期呢,我想做一个视频来介绍如何把这个九转序列的指标加到我们的炒股软件里边 在这里呢,我用到的是东方财富,直接到东方财富的官网下载的 因为我觉得东方财富呢,它既可以看A股,也可以看美股,是比较好用的 首先呢,我把我的那个已经写好的九转序列的原代码,把它拷贝下来 Ctrl C,拷贝,然后呢,我们打开东方财富 在这里我可能讲的是比较慢,比较细的 因为我做这个软件的,做这个介绍的初衷呢,是给我爸看的 他呢,就希望我说的慢一点,介绍的详细一点 这样他才能够跟得上 好,我点游客登录,因为我没有开户东方财富 好,登录进来了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行情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Apple 按F5呢,就切到了K线图 好,然后我们需要添加刚才的指标 分析,公式管理器 用户公式,展开技术指标 选择大式型,新建 公式名称呢,就是我们九转序列的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JZXL,那公式的描述呢,就用它的全拼 九转序列 公式类型呢,我们可以选大式型 然后发现方法呢,我们选择主图 这个地方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如果选择副图的话,它就会显示到下边来 就是像这个KDJ呀,像这个陈教亮一样的显示到下边 而我们是希望它在主图上标注 所以我们需要选择主图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好,然后在这个代码的地方呢 把刚才的拷贝进来,就是Ctrl V 好,拷贝进来了过后 那我们就确定 好,现在再看这个大式型下面展开 就发现这已经有九转序列这个指标了 好,然后我们点确定 可以看到这个图已经画出来了 上边呢,我是以苹果作为演示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苹果的K线图上呢 它已经对相应的K线做了打点标注 像这个,这是上升状况下的那个上升的九转 这是下降的九转 而且我们还看到这个图像上呢 它有紫色和绿色线 这个呢,就是一个趋势线 也就是在紫色情况下的时候呢 它是属于一个上升趋势 而在绿色情况下呢 它是一个下降趋势 可以供我们做一个参考 而且在这上面我们还可以叠加其他的就是指标 其他的技术指标 比如说我们叠加一个KDJ的交易系统指标 这个地方如果是经典指标的话 它就会是这下面这个KDJ的这种 但如果我们选择交易系统指标 选择回车 可以看到它会把这个KDJ的交易系统指标给叠加到主图上 绿色箭头是KDJ发出的卖出信号 那红色箭头呢 是KDJ发出的买入信号 我们可以结合九转序列 一起对未来股价走势做出研判 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 一切的技术指标都是辅助工具 不能作为研判未来股价走势的唯一工具 这也是我跟我爸讲的 那好到这里我爸又问我了 怎么从九转序列切换到均线系统 那均线系统呢是MA 所以我们进入MA 就切换到了均线系统 那再进入九转序列JZXL呢 又切换回了九转序列 好的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我会把代码添加到评论区 如果您觉得有用的话 麻烦您点赞评论订阅并转发 我呢会在以后添加更多有用的技术指标 和大家分享 好的 再见